1949年9月25日 陶智岳率驻新疆的 十万国民党军官兵通电起义 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记者走进电影 《天山之子张仲翰》剧组探班时 拍摄的正是张光北饰演的陶智岳 和黄俊鹏饰演的张仲翰 共同整翅军风的戏份 我们好不容易加入了解放军 就该习心革命 痛感前非 为了衬托情绪 导演还要求演员们齐唱 团结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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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力量是尖 是力量是钢 一切还因比钢还香 团结就是力量 能够克服困难 创造奇迹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共同建设美好新疆 陶司令啊 你就带你弟兄们 在这里安营扎寨 索性咱们搞个石河的城 我们二十二兵团终于有加了 陶智岳加入了中国人民军军 起一以后 现在跟着王震总司令员 正在考察 关于二十兵团的驻地的 驻扎的地址 这场戏是开的这个戏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石河的城 这么繁荣 昌盛 这个新印象龙 是和当年的他们做出的决定 是分不开的 要把一座不毛之地建设成一座城 需要十足的干劲 但艰苦的环境和过度的劳累 让张仲瀚这个铁血英雄昏倒在地 张仲瀚 为了展现张仲瀚的敬业 黄俊鹏还给角色增加了表演细节 刚才零七一动啊 她在梦中还是在工作 所以在号召同志们 自己喊一个同志们 自己惊醒 把后手吓一跳 我没事吧 您在我们这儿睡了一觉 就完全好了 我睡着了 可不是吗 我睡了三个小时啊 您太累了 这已经确实了我身后也 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